大家好 这里是群星会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明星虽然表面上光鲜亮丽 但是很多时候他们也会遭受异于常人的压力 比如会出现身体状况或者精神异常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便是演员朱慧珍的故事 在拍摄过程中难免会发生意外 朱慧珍在拍摄民事八点党娘家的时候 有一场戏需要他出外景 当时他正在拍摄保护儿子李正颖逃命的戏 跟何豪杰 侯怡君拉扯 不料一个不小心和何豪杰叠成一团 伤到颈椎 只能硬撑拍完 一开始朱慧珍并没有放在心上 结果第二天朱慧珍睡醒发现自己的左手麻麻的 于是紧急前往台北医学大学附属医院挂急诊 他的颈椎第五节移位 需住院观察至少两天 医生建议开刀治疗 复健期长达三个月 若没治好 恐半身不随 但朱慧珍说 颈椎装人工支架要六十万元 但颈椎开刀不是小事 我不是很想开 不过最后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 他还是套上了护颈 复健三个月 他乐观地说 医生说只要三公分就可以压断脖子 何豪杰七十多公斤 我才颈椎一位 我算幸运的 而导致朱慧珍受伤的何豪杰 得知朱慧珍受伤后 抱歉地表示 我不知道这么严重 希望她早日康复 一直以来 朱慧珍都工作得很拼 她的脊椎饱受璀残 在秀场曾因一个跳踢的动作造成腰椎受伤 最惨的是拍低释甲时 不但左膝摔伤欲轻 软骨磨到不见 还一度因为胸椎第四节压迫性骨折 住院两个月 差点半身不随 身体上受到伤害就算了 心理上 朱慧珍也一直遭受着很大的压力 这其实都来源于她的婚姻 1983年 朱慧珍与著名秀场主持人行风热烈 交往两年多后 两人决定共同携手步入婚姻的殿堂 1986年 朱慧珍为行风生下了一个女儿 取名朱安杰 但是 两人的感情并没有走到最后 仅仅一年 两人的感情便宣告破裂 并选择离婚 之后 朱慧珍便独自抚养女儿朱安杰 行风后来与许素碧结婚生子 和朱慧珍形同陌路 朱慧珍也不愿意让女儿与行风相认 朱慧珍的私生活十分低调 很少有人能扒出朱慧珍的行文 而行风结婚后经常带老婆上节目 只不过 凡事关于朱慧珍的话题 对她来说都是禁忌 后来 女儿朱安杰长到26岁 在2012年5月13日母亲节这一天 以最决绝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留给朱慧珍最沉痛的母亲节礼物 警方表示5月13日凌晨6点多 在台北市内湖区静夜三路一处小区大楼 一名女子倒在花铺中 警察赶到现场紧急将她送医 但仍旧毁天法术 据了解 按这名女子的跌落方向判断 其为寻短的可能性比较大 辖区警方初步调查 在其住家内疑似找到一封遗书 上头写着 我好傻 希望能好好离开 不过 遗书上未写明具体原因 朱慧珍也不知女儿为何要做出傻事 不过 朱安杰常在个人社交账号上 传与女性友人的亲密照 且时常留下情绪性字眼 外界揣测原因恐和同性友人感情发生变化有关 朱慧珍与女儿平时聚少离多 仅透过电话联系 而朱安杰最后一次传短信给母亲 则是在寻短前一晚凌晨 她说 妈妈 我真的好爱好爱你 我好想念你 好想再抱抱你 据周刊杂志报道 朱慧珍不太了解女儿的交友近况 她仅表示 女儿年初时曾说要介绍一位新朋友给她认识 但后来无稽而终 得知女儿的噩耗后 朱慧珍紧急赶回家处理女儿的丧事 在伤痛之余 还得面对排山倒海的媒体访问 她双手核实 故作坚强地说 我的宝贝女儿 她是我累世父母 借我肚子来到世上 她跟我结了26年缘分 我很感恩她来做我的女儿 并表示 女儿已经回家了 回到佛的家了 被问到与孩子生父行风相关的问题 朱慧珍坚称 不要跟她有牵扯 透过经纪人表示 小孩都是我独立抚养的 至于女儿的告别是 如果行风要来 她不会阻止 行风对于女儿去世的消息难过不已 她的妻子许素碧表示 行风血压飙升 身体不舒服 无法发炎 这样令人遗憾的新闻传出后 连带朱慧珍与行风的旧事 也再度引起讨论 朱慧珍报 多年来 行风没有负过任何责任 对于女儿朱安杰更是不闻不问 从小 朱安杰就跟在妈妈身边吃苦 家里生活环境很穷困 朱慧珍又得忙着赚钱 朱安杰根本没有过过什么好日子 而对于外界频传朱慧珍阻止妇女见面的消息 她也以生命发誓 虽然对男方无法完全谅解 但从来没有不准女儿和行风相见这回事 在朱安杰的告别式上 行风出席来送女儿最后一程 却被外界批评根本没有意义 为什么不在女儿活着时 善尽父亲的义务责任呢 而朱慧珍和行风之间的陈年往事 远远不是女儿朱安杰理事可以抹去的 朱慧珍在2012年11月5日播出的 JET综合台新闻汪汪汪中声泪俱下地表示 她与行风交往两年 行风一直动不动就对她大打出手 他们吵架是因为某女行的介入 行风曾把门踢烂 举刀相斜 让她痛不欲生 朱慧珍说 我当时为了肚子里小孩下跪求她 我说我跳下去就是一时两命 你的事业也都毁了 朱慧珍还语出惊人地表示 当年怀孕九个月时 曾被行风计辅乱摸 行风却不相信 更说若真有此事 也是她苟引继父 这让朱慧珍对行风失望透顶 朱慧珍说 一直希望行风认领小孩 但她照顾两天就丢回来 回来时裤子破了 膝盖也流血 也并未包扎 朱慧珍后来还提议 向赠予女儿一户 价值新台币两三千万的台北东区房屋 并各出教育基金 新台币一百万元交付信托 共同照顾女儿 但始终得不到行家的理会 朱慧珍说 我女儿好可怜 曾抢了一个月电话 以为爸爸会打来 但小学五年级的时候 看到行风上虎瓜的节目 她只承认有一个小孩 不是她 那时起 女儿就好恨她 此节目一播出 立马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大家纷纷指责行风 认为她是一个渣男 也不配做人家的父亲 就在舆论愈演愈烈的情况下 行风在《麻辣纸通车》节目中 解释了两人的关系 其中 对于朱慧珍对自己动粗的控诉 行真解释说 其实拳打脚踢只有一次 一次是什么 不是我打她 是她爸爸跟她弟弟去打我 这个事后来闹到武昌派出所 那是有记录的 对于外遇的指控 她说 我没有外遇 现在的太太 是非常多年了以后 我也跟她分开了好几年了 我跟我太太结婚 是在1990年 朱慧珍离开那个时候 是1986年 对于朱慧珍离家的原因 行风说 朱慧珍抛妇产 就后来 她急于要去做这个 所谓的瘦身减肥 我妈妈那种乡下人就说 肚子开刀 如果裂开 怎么怎么的 不要那么急 然后 朱慧珍跟我妈妈就发生这个口角 隔没多久 朱慧珍就带着我女儿离家出走了 对于举刀相邪的指控 行风说 朱慧珍自白书出来 就把我们家讲得非常不堪 那我当时还年轻 气急败坏 我朋友就讲 你就要焚香 发重视 斩鸡头 我就说好 就去买菜刀 行风一指 所谓的刀是买来斩鸡头的 结果被传承 举刀向朱慧珍 此外 行风也有法律动作 2012年12月28日 在律师的陪同下 她到台北地检署 按林控告朱慧珍 涉嫌妨害名誉及恐客 她无奈地说 26年来 朱慧珍一再编造 不识悲惨情节 诽谤我和家人 在11月 甚至在电视节目上 以夸张的悲情动作 指我继父曾轻薄她 为了争取女儿 家人已陪我受苦20多年 迟味成精 不是因为理亏 而是考量朱慧珍情绪化 担心反驳会刺激她 让她崩溃 但近来考量 父亲已经百岁 若没有为她曾经平反 细刷耻辱 恐成为不孝子 我背不起 因社会误解 造成负面影响的业障 也不能让家人 处于恐惧阴影 才无奈提高 不过也有人提出疑问 质问行风 为何不私下 找朱慧珍沟通解决 行风说 她20多年来 一直都有沟通上的问题 经过这么多年来 都是如此 还表示 继父当然没有轻薄她 且年纪近百的老人 已经知道此事 行风只能安慰她 两人直接撕破脸 选择对峙公堂 可就在大家准备 看最后数是数非的时候 朱慧珍透露 女儿有托梦给她 希望她能放下一切 原谅行风 于是便释出善意 希望这些风波到此为止 于是两人便没有再多纠缠 本来以为 这件事可以慢慢平静下去 结果没过多久 有人表示 朱慧珍和行风 当时并没有结婚 朱慧珍是未婚先孕 两人本来是要将女儿生下 然后去结婚的 结果孩子出生后矛盾不断 于是直接分手了 之后朱慧珍再婚 还是和一个外国人 不过最后两人也以离婚告终 就在大家对朱慧珍的感情生活 感到好奇的时候 在2012年9月8日 朱慧珍首次透露 我两年前结束17年婚姻 前夫是个非常慈悲的人 当年我送女儿朱安杰第一桶金 他这个叔叔爸爸 则送了他第一栋房子 对他也非常疼爱 朱慧珍说 女儿往生后前夫又回台湾陪伴 并把屏东房子也捐出去 作为佛教中心 预定明年底动工 他从以前就给我很大空间 我非常感恩 女儿的告别是 他也有现身 但朱慧珍不愿多谈 跟前夫离婚的原因 只以聚少离多待过 朱慧珍讲到女儿朱安杰时 数度哽咽 对前夫则充满感激 其实我那时说的不爱了 也是一种爱 是对我自己爱情的感触 跟前夫的婚姻告一段落 我们仍能当好朋友 他也提及 笃信佛教 说出女儿先去佛祖那儿 占位子等话语 却不想让人认为 自己是狂热宗教分子 我害怕一言一行 会影响别人对佛法的观感 但日后仍会坚持如法而行 并且继续行善 如今 事情已经过去好多年了 希望朱慧珍与行风 各自能拥有全新的美好人生 也祝福朱安杰在另外一个地方 不再受世俗烦恼所苦 当个无忧无虑的小天使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 祝你们一天都拥有好心情 欢迎在视频下方进行留言 同时大家还可以点点关注 更多精彩内容 敬请期待